男人发现平时喝的白粥竟然是自己的排泄物 气急败坏下 他不慎关掉了过滤开关 下一秒排泄物就原形毕露地出现在居民的厨房 次日一早所有居民就开始抗议 赤怒女王把排泄物过滤成白粥让他们喝 甚至还把揭露此事的大壮分为英雄 无奈女王只能找到大壮 想让他成为新的富满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平息民众的怨气 可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女王要求割掉他的舌头 让他永远闭嘴 尽管公主极力制止 但女王还是坚持割舍 可让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公主为了爱情 居然直接把女王掐死 提前成为了新的女王 另一边群众拿着枪机 直接闯进了平宫里 好在这时公主带着大壮走了出来 并且宣布大壮才是他的驸马 看着他们的英雄成为驸马爷 群众们瞬间放下武器投降 大壮也从最美的男人成为了最美的驸马爷 没多久 大壮就把白粥机器销毁 并给所有居民发放大米 让他们自己熬粥 甚至他还举办了男子学校 让所有不平等的男性 可以像女人一样正常上学 虽然仍有一些制度 让他暂时无法改变 但渐渐地他们依然可以做出改变 恢复人认评